你们好 我是小宝 今天是被赶出加门的第51天 来到这个古井旁边发现这里面有一条这么大的鱼已经翻白兜了 应该有个二三十斤 太可惜了吧 这么大的鱼已经翻白兜了 这里还有一条 我们在回去的路上发现这里有一个木框 我们过去看一下这个木框里面有 哇 好大一个南瓜在这个木框里面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木框拿开 把这个南瓜拿走这应该是人家不要了的 哇 这个南瓜也吃不完 于是想了个办法 把这个南瓜 拿来制作一个捕鱼陷阱 现在就在这个南瓜上面切开几个洞口 把里面的果实全部取出来 把果实全部取出来以后 再插上这个竹签 进口大出口小 鱼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再把多余的竹签全部剪掉 再设计两个耳朵 这样就更好看了 撒上耳料 拿到刚才我们 发现 你获得那个古井里面放 就是这个古井里面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南瓜猪头耳朵 放到这个 古井里面 放到古井里面 直接把这个 绳子绑在这个棍子上面 我们 明天一起来看收获 好 好 好